很多人都很困惑吧 这种九块九包邮的数据线和这种九十九包邮的数据线 两者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两者看起来都长得是一毛一样的 用起来感觉也都是一毛一样的 但是啊 这里要纠正一下 用起来真的不一样 今天就不做拆解了 就给大家说一下用起来到底有哪里不一样 我这里准备的两根的话 这根是我三块钱买的 这根的话买下来要九块钱 我平时的是几百根起买 所以肯定是这个价 用起来有什么区别呢 看这跟我做了记号的三块钱的吧 当它接通机器之后 可以看到 五伏两安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把它换成这种九块钱一根的高档货 这边接上 它可是支持快充的 九伏两安 看到了吧 像你们在日常用的时候 你们只感觉在充电 但它怎么充的 电流稳不稳 这些就不知道了吧 并且游戏有些质量差的 它电流不稳 特别是在iPad上面 还会导致屏幕的触摸乱跳 或者就是指纹解锁的机器 不能指纹解锁 然后既然是数据线 它还有更重要的一个功能 就是数据传输 来看数据 首先是这根三块钱的 没反应 只能充电 只能充电 然后换成这根九块钱的高档货 充电 这边可以连接数据的 知道了吧 其实光看外观的话 这两根长得都是一毛一样 甚至我还觉得 这个三块钱一根的质量好一点 手感啊 材质 但这个和女人是一样的 不能只看外表 知道了吧 是